书街上回,这老饭头把事情说的这个地方可晕就响了,我一定得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三仙庄,倒是好人倒是怀人,接着往下问,说范红,那么你往下说,这个杆子就到这儿指吗? 大人,要到这儿指道也罢了了,那个三仙庄巨谱殴差,结果县官甲通大人是大微震怒,到了铁佛寺就请去了那个铁佛长老带去一百多个僧人去打三仙庄,哦? 葛云愣了一下,往两边瞅了瞅,这个狱里边的牢头,以及这些官员们,你瞅瞅我,我瞅瞅你,有的是低头不语,有的是呲牙一笑,那笑笑的都非常难看哪,这个倒是奇怪了。 葛云说,范红,我来问你,拒谱殴差本身犯法,应该再调官兵,如果说县里边的兵不够,甚至可以跟府上请示,再调兵马,怎么上一个出家人的地方去? 出家,慈悲为门,方便为本,佛教的地方,是清净的地方,也不用说杀人,打人,骂人都不适合,作为和尚,或者是道士,是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的地方,哎呀呀呀呀呀,范红摇头说,我的这位葛将军大人,您是刚到,您是对我们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知道。 铁佛寺可不一般哪,带着一百多个僧人去抄三仙庄,究竟怎么地了,是赢了,还是输了,还是讲和了,这都不知道,这事不了了之了。 我们在这狱中啊,有些人都听着这个信了,甚至,他就往这些个狱族们身上瞧了瞧,甚至,嘿嘿嘿,有的人们给我们送信,那就说有的狱族啊,也把这个信告诉给他们。 嗯,葛云说,那么你的案子定成死罪,我不敢不承认,那三十多个甚至我有的都不认识,究竟姓沈明谁啊,他们都干嘛的,我都不太清楚啊,反正家里边都是不错有钱的人家。 嗯,原来如此。 别说,别说接你们家跑出一个死尸来,这个那葛云呢,因为他毕竟是没当过官,所以说话不管那套。 葛云说,也别说接你们家跑出一个死尸来,就跑出一批来,二百个来,遇你也毫无干系,只要遇你无关,你就困心放下。 只不过以后你盖房子,躲开那个死尸的地方啊,别再,呵呵呵呵,葛云说的这儿自己也笑了,别再今后闹鬼就得了。 否则的话,你就什么事也没有大,事情要真跟你有关,这里边有什么事你要假说胡言。 范红哭同跪那儿,大人啊,我这里边一个字有假,不用说别的,因为这些天来,我就心思着这些事。 一个字稍微差一点方,你把我碎尸万段剁成肉泥烂酱。 小老儿也不屈的话,望大人倾天老爷给我做主。 范红哭起来,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,但是我能够给你向上回禀,禀明价值钦差于谦于大人,还有顾所顾大人,还有你们新来的知府大人卢成啊,这个你放心,只要你屈望,是是是是是。 那狱卢在旁边啊,瞅了瞅老头也偷着点点头啊,偷着冲着的那个老范红一条大妈哥,背着葛云,那意思这回你说对了,啊,你这回就告明白了。 葛云说天气不早了,别为我不能诸个的都问了,但是有一条,都要闹个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今天就到这儿我先回去,确实天不早了。 哎,咱们说得快,当时那个范红老头说的是非常详细,时间站的就长呗,这葛云才出来到外边,自己一看饭食一过了,跟大家不能在一起吃了自己吃了点饭,这才到后边一看, 卢成,卢成,顾左,于谦,都在这个地方,还有一些个文武官员相陪,葛云过来施礼,见过大人,于谦瞅他一笑,哦,呵呵呵,葛将军,听说你到狱里边去了一趟, 顾左说,锦门不问荣言便得知,我看葛将军这个意思,是带来好多事回来了,要说吧, 葛云一笑失礼说,二位大人,说得一点也不错,有些事啊,我真是糊涂,嘿嘿,大人别笑话我,没当过官,我根本也没问过案子,我是想替几位大人啊,分分心,说这地方,冤案挺多的,狱里边还有很多好人,无论外边里边,我都瞧瞧去, 我就到狱里边看看,那个命老祖领着我到里边,就一说也说,有钦差,钦天大人到了,嘿呀,可别提了,全跪下了,没一个不含冤的,我这么一瞧,当时我这么想的,顾左笑着问,葛将军怎么想的,我想啊,这里边只定有屈望的,但也不一定就全屈望, 啊,还有糊涂的,还有的真犯了罪的,跟着起哄的,嗯,说的一点也不错,这里边当然是什么人都有,你就说说你这次碰上主要的吧,大人,您算说着了,我碰上一个主要,我就问了一个,嗯,嗯, 嗯,嗯,嗯